我跑近9秒83的路 也如五校走过的路一样 充满了曲折和困难 我的身高只有1米72 100米要比博尔特多跑7步 我只能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 才能站到和别同一起跑线 2014年为了达到更好的成绩 我决定改变起跑角 当时极其不适应 就连睡觉的时候都想着跑步的节奏 我也曾怀疑自己 我也曾经迷茫 但是亲友的关爱 教练和老师们的支持 终于让我获得了成功和突破